一度被认为是世纪上首架空天飞机的X37B究竟有多强? 为何它被视为是一种比核弹头还危险的太空战斗机? 如果觉得我讲得不错,记得关注我,以便看到更多精彩内容。 说起来,漂亮国在2010年发射了第一架X37B,运行了224天之久,然后返回了地面。 按照漂亮国空军的解释来看,一旦这种飞行器投入使用,它就能执行太空侦察、修复卫星等任务。 据说,它还能捕捉其他国家的卫星,能够在两小时内攻击到地球上的任何目标。 还有人壮言说,这是人类太空武器时代的开始。 从另一方面来看,由于无人驾驶的特性,就其体积而言,它只有航天飞机的五分之一, 个头上来看确实小了很多,它就像是一个微型的航天飞机,外形与航天飞机十分相似。 从数据上来看,美军的X37B空天无人机,其长度约为9米,翼展约为4.5米。 电力依靠的是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离子电池,它可以在轨道上运行270天。 相应的,X37B的各种装置也增加了,比方说,它借助于火箭升空,不需消耗自身的燃料, 从而使得其飞行速度达到25倍音速,也就是说,它绕地球只需短短60到90分钟。 一旦它加入军事化、武器化的阵列,按理说,一个半小时打击全球任意目标确实不是梦。 要知道,无论是从地面的雷达,还是防空导弹,都无法发现它或是有效拦截。 以至于人们猜测到,X37B空天无人机具备了从外太空打击的惊人能力,甚至可以携带各式各样的武器。 还有人脑洞大开地认为,它装有机械臂可抓捕卫星。 后来还有人指出,在战时,X37B有能力对敌国卫星和其他航天器展开军事行动, 包括控制或摧毁敌国航天器,国而对敌国进行全方位军事侦察等。 就这样,X37B空天无人机因其巨大的神秘感,被人们称为第一架空天战斗机。 对于它的描述,人们似乎普遍使用了诸如太空战斗机一词。 它真的有这般威力吗?真的比核弹头还要危险吗? 事实上,漂亮国空军发展的X37B项目,其中一个主要目的,仍旧是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低成本入轨的平台。 它们想要获得从地面快速进入境地轨道的通道,并且还要具备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特点。 然而,在外界看来,始终笼罩在神秘光环里的空天飞行器X37B,它未来究竟会派上什么用场的说法各不相同。 对此,多名知情的西方专家回应道,这种飞行器主要是用来充当可快速响应需求的太空眼睛,而非外界猜测的那般是一种空天武器。 有一种说法认为,依托X37B这一项目,漂亮国的太空往返技术很有可能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。 也许漂亮国近些年来,对限制太空军事化的国际规则越来越不屑一顾的行为,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成立了太空军。 甚至认为他们将X37B移交给太空军,就是变相地承认了漂亮国正在进行太空军事化。 也就是说,在这之后,X37B会让漂亮国变得更加可怕。 也有人认为,这些都不过是漂亮国人自己需要的说法,因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,有火箭垂直发射的X37B都不是空天飞机。 说是无人航天飞机,或是可重复使用的无人航天器应该更为准确。 实际上,漂亮国空军也试图轻描淡写地宣布,X37B是可靠的,能重复使用的无人太空测试飞行平台,主要用来测试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行器技术,完成相关的科学实验。 这听上去似乎与航天飞机大差不差。 而且,太空战机的这一概念和研究,从上个世纪二战前就已提出,到如今近百年过去了,它的进展却不算顺利。 再者,X37B空天飞机目前还是验证型号,没错,它并没有定型。 因为漂亮国延迟的装备,在实验验证阶段都会有个前缀X,比如战斗机中的X35,它就是后来的F35。 这X37B,由波音公司研制,这也是不仅能在地球卫星轨道上飞行,还能顺利进入大气层的飞行器,故而被人们视为未来太空战斗机的雏形。 毕竟,一般的防空系统与雷达都无法制裁它,这里简单科普一下,美军在1998年提出的高超音速飞行器设计方案, 使用了火箭组合循环发动机推进。 这种在稠密大气层上方,可以如打水漂般跳跃飞行的方式,不仅节省了燃料,还大大减轻了高超音速飞行的气动加热。 所谓的高超音速,指的就是速度大于5倍音速,也就是说它的时速大约在6000公里左右,如果是10倍音速, 这个时候,气时速将达到12000公里,这种速度对于武器而言,完全可以实现全球快速打击系统, 也就是美军号称的一小时打遍全球,毕竟也只有快才能不移物战机,极快的速度,高机动性。 这2.5一是现有反导系统的最大克星,虽说反导系统可以预警,却也无法真正对它做出什么。 所信的是,X37B要真正实现上述提到的作战能力,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 而目前,我国也在对空天轰炸机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。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,记得支持加转发评论。 我不一定都能回复,但都会去看,最后问你要个点赞不过分吧。 大家好,我是启明,谢谢那些关注太空技科普的朋友。